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越吃越油 过年我们农村都会做豆腐 拿来炸油豆腐 今天我们还要做普天的焖豆腐 一起看一下我是怎么制作的 做豆腐是我们以前普天媳妇入门的必备技能 我在入门的今年才看看开始认真的学做豆腐 现在我们要把汁弄出来去做豆腐 昨天是泡了12斤的豆子 我们这样子洗出两锅豆汁 现在我们要把它煮沸 煮沸了就可以做豆腐了 这个是我们当地盐厂去打的盐卤 我上一次做好像是三年前 我当时拍过一期做豆腐的 成了 你看这家铺吗 已经成了 把这个水给大家滤出来 现在是做一层一层比较薄 目的就是说等一下不用切 等一下我们主要是要拿来炸油豆腐 看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做个焖豆腐 把这个肉给它煸一下 开水 盐 鸡粉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做焖豆腐 这个焖豆腐对于我们单地的厨师来说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只有这道焖豆腐和卤面出丝以后才能出去办酒席 可以 那些假扎的 木头 这里 咱们 是不是 我 这道 要老婆 女儿 女儿 你 女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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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真好 是 你妈妈煮的真好吃 这么凉 很好吃啊 嗯 哈哈 当然妈的奶酱 奶酱奶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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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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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行动正式还可以 哈哈哈哈 吃完了一点 哈哈 大家一直认为可以去办酒席了 我要开始承接村里的酒席啊 哈哈哈哈 我们吃完要炸豆腐 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还要炸豆腐哦 炸了几个小时 终于炸好了 做豆腐就是很繁琐 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很热闹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越吃越有